这一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 零件的一些增强功能 有哪些亮点 第一个是所谓的零件的3D注解 在之前大部分 我们如果需要去针对这个零件 做一些几个公差或者标尺寸的话 那都是在工程图呈现吗 那我们这一次啊 希望在整个零件就去加上这些相关的注解 所以EMENDER现在可以直接在零件 就加上3D的注解啰 比如说标尺寸 我们这边作用中 ISO就选择ISO 选到它 那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个浅色的一个平面 就是我们要放标注的一个平面 然后这边还可以加加上 你要不要带公差 打工 所以就可以在这个零件里面 直接加上这些3D的注解 好像孔跟螺纹 如果说孔跟螺纹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加这个孔 选择平面 你可以按右键选择注解平面 然后去选择我们要的一个平面 挡住了 这里 这个平面 它不让我们立起来 那就只能选平的 或者到下面这个面 那就这个面吧 那也可以选择这个下一个候选平面 空格也可以 空格 那就这个地方 打工 比如说表面加工 那我们可以选到表面加工之后 右键选择注解平面 这个面 这样子 加上我们需要的 比如说这边 需要一组材料 镜子这边都可以做 这样子 这边都可以重新去输入你要的数字 这样就有了 或者像引线文字 这个面 拉出来 那就可以输入 我们要的一个格式 注意 加 注意加工的 域 流 尺寸 像这样子 确定 几何工厂的部分 这边也可以选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面 然后再去选择 基板 平面 然后选择 这个面 选完之后 右键确定 那就可以针对这两个 补上我们要的公差 右键改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平面 好 这里 这边 那这边呢 因为你抓的面不一样的话 它可以允许你加入了公差 加入几何公差就不一样 这边只能选择真平度而已 这个 那这边有跳出来说 你有些东西勒 都受约束 这个我们就先不理它 公差顾问里面 一般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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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选择四个角落 它可以在四个角落里面加上我们要的文字 比如说 这个是 3D零件 筑解 练习 范例 这边 那如果不要的话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 可以看到 注解公差特征 这边点开就能看到我们加进来的 不要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删除 或者这边要重新做编辑 所以在左边这边要有注解跟公差特征 这样的一个特征在这个地方 那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它转成像3D PDF 一样就转到这个地方 发布 发布完之后 我们在3D PDF里面就会看到这些3D的 注解相关资讯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透过工程图来呈现 一样跟之前转3D PDF一样 我们就永远信任 然后点一下之后就会看得到 这些都会进来 那当你做3D旋转的时候 他也会跟着转 比如我们要转的时候 他会跟着转 在PDF也是一样 PDF也会是一样的 那因为这边 老师这边的电脑的录音程式跟那个旋转有点冲突 这个之前 介绍的时候讲过 所以我这边就不做旋转了 这个是 新版的功能 3D的注解 在2018开始加进来的一个新功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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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